音樂 想和大家示範一個獅子頭 這個獅子頭其實廣東人說 是一個大肉丸 不是一隻獅子頭 是上海朋友吃的菜 但獅子頭肉丸是最巧妙的地方 要做得鬆軟得來又要有味道 通常配襯外渣人叫大白菜 我們叫做矮身的黃馬白 做法是首先處理免治肉 如果你說我很喜歡做廚房東西 我要買了半肥瘦回來 切片再切絲再切粒再剁 都可以 如果你說我只是想吃到 獅子頭的味道 或者它的烹調方式 我們就可以選擇半肥瘦 就叫做免治肉 這個裏面我們會放些豆粉 令到它有少少黏性和滑一些 然後有少少鹽 一個茶匙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 還有一些麻油 我會放些薑米 這些是薑米 切了一粒粒就叫做薑米 然後蒜頭切了一粒粒就叫做蒜肉 這裏面有些蔥花 令到它更香和漂亮 不要緊 因為有這麼多肉 我還會加少許紹興酒 通常如果我們蒸肉餅 我們是會加很多水來攪拌 但是如果做肉丸 如果加太多水的話 它就會散 所以我們就不會加水 再要加少許胡椒粉 其實這個味道已經是很足夠了 進廚房之前一定要洗手 我們就要用五爪金龍 來將這個肉丸所有的調味料 加入這個肉丸那裏 希望它好味 我們是有鹽 有豆粉 有麻油 紹興酒 還有我加了一些胡椒粉 薑 還有蔥 一起調味 因為用手的好處 就是令到它的味道是很均勻的 不會說攪拌一下攪拌一下 就不知道那些鹽去了哪裏 或者味道就會有點偏離 這樣除了用手去令到它入味之外 我們還想搭打幾下 搭打的作用就是令到它 是令到它起膠 所謂幾下就夠了 如果這個時候 你說要用來蒸肉餅 就要加水 現在我是做肉丸的話 就不用加水了 就這樣它就會變得黏性好些 好 先開爐 那我就要用慢慢的火煎一煎香 做了肉丸之後 才稍後炆了黃牙白的時候 即是這個大白菜的時候 才要再把肉丸加起來 一起慢火炆 其實已經聞到很香 因為它是有韶興酒 有薑米和蔥花在裡面 我們就會做幾個 你喜歡做多大都可以 我們做到差不多大 就可以了 問題就是說 它還有一個程序 就是我用少少老抽 這個鍋子和水和豆粉 是做了一個 好像過風它的表面 等到它就不會那麼容易爛 這個是封面的水 這樣做了 那這個就是可以 你喜歡做多大呢 當然啦 每個都是這樣長大 就穩陣一點 我就是加了少少 因為裡面這裡是有這個 鷹粟粉 即是豆粉 所以它就會封面好一點 就不會散 我這裡是一斤麵字肉 那如果你做好大個 可以做四個就可以 現在我想我可以做到六個也可以 希望每個都這樣長大個 希望每個都這樣長大個 再也都可以做好 只要上四個可以做 我去做四個可以做好 我就是要去做三個 我就要去做三個 我去做四個可以做四個 我去做四個可以當四個 我去做四個可以做四個 可以當四個可以做四個 可以 相比四個可以做四個可以 因為我看到四個可以做四個 这边的锅就差不多了 我们不需要用太猛火的 我们就用少许油 将这几个肉丸煎香 我来理一下 糖 鸡薄 它是蜡肉丸 鸡蛋 水 鸡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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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